高云翔保释后首次露面 气光头穿短裤形象大变 网友霸气十足的义渠王 相信很多看过《米月传》的朋友 都会被剧中那个霸道野心 敢爱敢恨的义渠王圈上 他的扮演者就是高云翔 阳光帅气 身高186的高云翔 因为《米月传》中的义渠王迅速走红 而剧中专情的义渠王也成为无数女孩子的梦中情人 这位梦中情人不止阳光帅气 穿着品味也开挂了 走红后的高云翔 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服下 man气质十足 然而这位人人心中艳陷的梦中情人 自从3月底被控告亲亲以来 形象一落千丈 如今妻子董璇四处瞅措保释高云翔 而保释出来后形象也大变 与以前的小鲜肉形象简直判若两人 6月30日 有网友爆料在澳洲教堂走廊 偶遇被保释的高云翔 剃光头 身穿短袖配短裤 一身拉扯形象大变 与性侵事件前的哪个帅气霸道的义渠军完全不像一个人 高云翔保释后现身形象大变 让不少网友唏嘘不已 大呼 哪个帅气霸道的义渠军哪里去了 让我们一起来找一找之前的 哪个帅气霸道的义渠军 我们的梦中情人原来是这样的 身穿修身小西装内搭浅色衬衫 脚灯黑色皮鞋 皮帅皮帅的 高云翔 亮相机场 穿深色上衣搭配破洞牛仔裤 阳光又青春 整体造型简直就是教科书籍的穿搭 再加上脚踝微露 手拎黑红色双肩包 一身休闲风出现 这不就是万千女孩的白马王子吗 186厘米的高云翔机场街拍 不但帅气还是带货男神 占蓝色的体恤搭配修身款的休闲裤 大长腿强劲 整体看妥妥的男神一枚 完全看不出和义渠王室同一个人 高云翔在剧中扮演的义渠王室十足真汉子 剧集播出后 高云翔也被网友封为行走的荷尔蒙